哈喽,大家好,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三国战技魔张飞的速通啊 这个角色的话,给高手玩他确实不一样啊,他伤害有点太高了啊 而且现在速通的套路相对来说也比较成熟了 魔张飞这个角色,他速通已经甩开了所有其他的角色啊 你就包括速通第二名跟魔张飞都没法比啊,要差两三分钟的时间 第二关打大马啊,大马就一直前前撞,平A123123这么平A3是这么打 然后打到伤害之后直接给一个黄石弓 关键这个魔张飞他的智商还高啊 他黄石弓比别人打得疼 这边看冤哥啊,前前撞,然后追地追一下,再追地追起来 然后控一下铁亚兵,被铁亚兵防了,直接起毒桶 起完毒桶之后,狂风式平A过来 然后再起毒桶,毒桶起手,哎,对,给我揍他,影响他 这个血沙该说不说,反应是真快啊 然后再起毒桶,前前撞,平A3是前前撞,平A 然后找回来,这属于一个伪连啊 因为他们速通打的都是普通难度的 所以说冤哥的话没有那么活跃 然后再利用追地,再起血沙,这是什么反应啊 后边的话,优哥应该是不打的,直接到堆哥了 你看啊,能少打boss就少打boss,能少打场景就少打场景啊 被卷了一手,完了之后,前前撞,找回来,再前前撞,找回来 然后张飞这个角色呀,他主要是你看,他一直推到左边来之后 他可以掉头,哎,前前A,然后给你撞回来,再接着打 这铁亚兵厉害,这铁亚兵一直仿,比你厉害,堆哥 真的不是我瞧不起你啊,嘿嘿嘿 这边来到了辽哥,辽哥的话,这边要注意一下啊 你们看啊,他主要的伤害来源是使用这个小石子 小石子打的伤害比较高,然后打狂风式接神龙百尾 平A的话,打辽哥伤害不怎么高 狂风式神龙百尾跟小石子打的伤害高,扔空了 前前撞,再找回来,狂风式神龙百尾 左一手,小石子起手 好,再继续打,再接狂风式神龙百尾 就是频繁的去多打小石子以及狂风式神龙百尾的伤害 这样就能打的比较快啊 最后前前撞,接神龙百尾直接带走 这边来到了萌哥啊 萌哥这一段的话,有点吃运气 咱说速通打吕蒙有点吃运气 因为吕蒙倒地了之后啊,他起身 他大概率他是要起旋的啊 旋完了之后,看你抓他这个落点能不能抓到啊 而且吕蒙的旋是不一样的啊 你们仔细观察,他这个旋有时候他落地的时候还在旋,有攻击判定 有时候在空中,他一旋旋,你看是吧 他这个慢旋,他落地的时候,他就他就没有攻击判定了 这时候你平A打他,容易一下就把他打倒 魔张飞这个角色的话啊,浮空连不行啊,只有在地面才能打出来伤害 然后再去追地,这吕蒙打得太快了 这边来到了莫科哥,莫科哥的话,直接平A4是追地 完之后再追地,接张药金,先给他打走 打走了之后,后边到破阵啊 破阵的话,主要就是以最快的速度破掉啊 然后绣剑绣剑绣剑接血沙 挨挨打一下没关系,然后绣剑绣剑接血沙 第三波兵有可能要放走 给一个毒桶,毒桶没有打着,没有打着就放走吧 就是第三波兵,第四波兵,第五波兵,哪一波兵没打好就放走哪一波啊 前前撞,接平A啊 控住,控住之后就不管了,不管了 这一波放走,肯定是不打吕布啊 魔张飞打吕布的话,虽然说打得快 但是你打得再快,你是不是也需要消耗你的时间 你不打的话,就不需要消耗你的时间 反正左侧是跳的啊 然后贴亚兵,贴亚兵硬打 狂模式接神龙摆尾,然后跳劈,劈走 再狂,你看这,这伤害,这贴亚兵一下就打完了 后边的话,到莫科哥啊 这就是前边为什么要把莫科哥放走啊 其实他不放走,他也没太行担惊是吧 防一手,反击打倒,把兵给清掉 快速的让陆逊出来 然后飞盘卷一下莫科哥 平A4是接狂风式,追地 接狂风式,接隐身一 然后平A4是神龙摆尾,跳劈 劈倒莫科哥,再平A4是神龙摆尾 然后再神龙摆尾,扎倒莫科哥 狂风式神龙摆尾,再接隐身一 魔张飞这隐身一 其实他也挺赖的啊 他可能没有诸葛亮的隐身一持续时间长 但是同样一个隐身一,我造成的伤害一定是最高的 这里等佐茨出来啊 等佐茨出来之后再去打掉莫科哥 系统就会形成一个误判 就以为是佐茨被打掉了,就跳关了 其实现在好多打法都是跳佐茨 你像他们现在有了计分表面难度打法 有一些打法就是跳佐茨的 然后速通的话都肯定是要跳佐茨的 不然的话打佐茨要消耗很久很久的时间 好,这边来到了许楚啊 许楚这一段的话就显出来张飞 他伤害高的优势了啊 肯定是起毒统,但是他用的毒统比较少 毒统完了之后就是平A3式 接前肩撞,平A3式掉头,平A4式 再接神龙摆尾或者是狂风式 接神龙摆尾还是狂风式看距离 这一套应该打完之后要追地了 追地伤害够了 追地,追地,追地 蛮牛式接狂风式 直接给许楚带走 后边到盖哥啊 盖哥这一段的话也是 就是伤害给他打整 只要是这一套啊 伤害给他打,你看这是一套 打多少血啊 太赖了 平A3式前前撞 平A3式掉头 平A4式接神龙摆尾 而且他这个 而且他这一套招 还有一个更赖的地方 就是这一招 就是这一套连招我不会 所以我觉得他就更赖了 嘿嘿嘿 我这个掉头老出狂风式 小十点起手 前前撞 平A3式 然后平A4式 神龙摆尾 这里来到了大马 最后一关 这个大马的话 是给电书 先给电书打三点啊 呃 如果这个电书打魏阳的话 只能打两点 不合适 但是如果你这个角色 是不可以吃黄石宫的 你还得留着这个电书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严格那里一出来 再四个铁亚兵 会严重影响咱们去打输出 所以 不管你是黄石宫还是电书 你肯定留一个啊 你有黄石宫 你就不用留电书 没有黄石宫 你就得留着电书清兵 你看严格这里 肯定是先是一个黄石宫 不用想 啊 一是打伤害 二是为了把这个铁亚兵给清掉 然后足统起手 就见前前撞 给他撞出来 这下不前前撞 撞出来 在左板边的话 是打不出来伤害的啊 然后再起一个毒筒 毒筒打到了吗 哎 也不管打到打不到啊 直接补伤害 平A四世 神龙白尾 再加一个毒筒 然后被防了一下 平A前前撞 平A三世 平A四世 神龙白尾 其实魔张飞的话 打谁啊 都打不了几套招就能带走 这里来到了司马仪 司马仪看司马仪听不听话 直接起一个毒 毒筒 防一手反击 平A三世 前前撞 再接平A三世 掉头 平A 然后再前前撞 再继续打 给我影响他 铁下兵 没有影响到 然后就一直 哎对防反击 飞盘兵 哎还得是飞盘兵 哎对 他瞧不起你 你就得削他 啊 你看你出来了之后 他都打了都不带打理你了 他接着打死马仪啊 他就不把你当回事 那你能不行 对 你过去过扔他 这对 扔飞盘 你第一下扔飞盘 不打倒他了吗 后边到孟德兄啊 这孟德兄太轻松了啊 他们有一套连招可以打尾连啊 平A三世 前前撞 平A三世 掉头 平A三世 再接前前撞 再找回来 再继续 狂服是神龙百尾 完了之后 起一个隐身一 然后平A三世 前前撞 再继续 如果这么打啊 位置就是站在曹操的上身位啊 如果听话的孟德兄啊 就听话的曹操 这一套就直接就带走了啊 如果不听话的话 就看玩家反应了 再找回来 再继续打啊 这也太听话了啊 这个曹操的话 节省了不少时间啊 那就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感谢小李仔的今天在发挥 咱们下期见